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本港經濟表現 不少外資投行體探今年樓市 認為最少跌兩成 有樓市專家之稱的長億地產總裁汪敦敬就認為 樓市前景比一年前更加清晰 800萬以下的住宅安全係數最高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過分悲觀看樓市 甚至過分悲觀看香港 我認為現在和一年前比較 香港機會更好 雖然我們一年經過了天災甚至人禍 但問題是我們香港裏面的條件 樓市的條件或者經濟條件 都是遠比一年前是更加好 為什麼呢 我們從數據去理解 香港本身這個金融中心 現在在國際上是更加需要 比一年前更加需要 三大金融中心 紐約和倫敦香港 以香港現在是最穩定的 在疫情引起的泡沫爆破程之下 西方國家變得很多衝擊 接下來還有很多首美金 貨幣 匯價 債市 香港相對上是穩定的 當然中國相對上是穩定的 可以這樣說 就是未來香港是擔當一個新的角色 未來國際上很多的金融活動 是需要香港 因為來到現在香港穩健 而且有好的信用 尤其是匯豐不派新的市 暴露了不單止紐約 連倫敦的資金也很脆弱 或者金融結構也很脆弱 對於投資者來說 其實香港才是一個 較公道和較有誠信的賭場 我剛才的觀點有沒有數據印證 有的 香港的M3 即是說總存款量 即是販子總存款量 是鋁創新高的 我們只看到越來越多的錢 流入香港 短中期的錢都有 流入香港 最新的M3在創新高 我認為會奔向15萬億 在樓市上來說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產生了一個 對樓市很關鍵的因素 錢多 息口便便宜 而且容易借 便宜息的好處 很多人都低估了 第一個好處是 業主不需要加賣樓 因為我的息口 只是兩厘左右 即是有些財產甚至更加低 或者正常人都兩厘幾 或者甚至更加低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會看到 我們看到租務市場 你買一層樓 其實是便宜 你給的息是便宜過交租 即是說 借一日賺一日 買樓 我們經常都說 最好的市道 我們都說 買樓要跌兩成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去準備 其實只要準備了短期風險 中期和長期樓市 尤其是住宅 尤其是八百萬以下的住宅 其實安全系數是歷史上的一個穩陣結構